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大部分小朋友们都玩得很开心 也有很多一些活动 然后会带的一些好看的什么汉服 非常好玩 丹尼斯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特别是家家户户门前张贴的春联 为春节增添了喜庆祥可的氛围 很好看就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春联不仅蕴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在此都景德镇悠久灿烂的陶瓷文化和春联 所蕴含的汉语言文化一样 艺术家们在陶瓷作品上可以通过自由创作发挥 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进行多元化的表达 记者在丹尼斯的工作台旁见到了各种造型各异的陶瓷作品 其中几件以珊瑚等海洋生物作为创作题材的陶瓷作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这些作品虽然都像西方的现代艺术一样抽象 但作品的原材料以及制作手法 大多都采用了景德镇的传统制作记忆 这边做陶瓷的历史有好几千年 然后所有的高温烧的药都是来自这边 这边出了高温烧 然后的陶瓷作法都是来自景德镇 丹尼斯介绍说 创作这些以珊瑚等海洋生物为题材的陶瓷作品 是为了呼吁全人类共同行动起来 关注环境保护 一直以来他都是一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他更是在自己的陶瓷作品中 倾注了大量呼吁全人类共同关注环保的思想和理念 丹尼斯表示 放眼全国甚至全球 显有一座景德镇这样的城市 以单一手工业之称千年 他既传统又包容 让海内外陶瓷家魂牵梦绕 和丹尼斯一样每年有超过五千名洋景飘 因为他们对陶瓷文化的无限向往 以及纷纷选择在景德镇学习创作生活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对景德镇情有独钟 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肤色 却对陶瓷文化深深迷恋 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向往 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进步 陶瓷川对我们这种洋景飘非常的好 这边工作人员都会任何的问题帮我们处理 然后他们也给我们那么大的空间 有很多材料都给我们用也可以烧药 这边很好的那种打药 很专业的药房的师傅 所以这边做那种大的抽象 教育非常的方便 采访结束临到别时 Denis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春节他也要在家门口张贴春联 或许我暂时还不能准确理解春联上每个汉字的准确含义 希望你们在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解释给我听